O.O 哈囉大家好我是Har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、點贊、開啟鈴鐺 感謝你們 OK來玩這款 合合王國 遊戲是4月12號開啟測試 測試時間到4月19 聲音大小應該還好 開啟遊戲之後就直接進來了 沒有帳號登錄 然後點擊召喚方舵 合成的玩法是不是啊 果然是合成的玩法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敵人來囉 敵人怎麼長那麼可愛啊 不要讓敵人接近你的指揮官 我們要移動是不是 稍微小心一點點 就是說我們除了合成的玩法的話 我們還可以離鬥 阻止他 我們可以擴展領地就對了 好 開始 這只有一等而已啊 我現在三等 也不是三等 我這邊顯示三嘛 三個人 團結力量大 很多合成玩法都是合成玩之後讓他自己跑來打嘛 什麼塔防啊什麼的 那這款遊戲是看起來目前是結合這個棋盤4 你可以自己左右防守 還來啊 不退 清場 玩法還OK還OK 就把合成的玩法再加上塔防 但是塔防在棋盤上我們可以左右控制 移動 OK 這邊看起來有其他的職業 我們剛剛可能是士兵而已 這邊有一些法師啊 弓箭手啊 騎士 Q版很可愛的 好 先 蓋這個驛站 背景因為比較小聲 我們可以稍微大聲一點 剛剛戰鬥比較吵 那這個車夫要幹嘛 僱用一名車夫讓我們去收集戰利品 好 運送 好 完成免費 反正才1秒而已啊 OK 然後獲得這個戰利品是不是 金幣 騎士 好 我們現在有騎士 還有弓箭手 然後BP是不是他的碎片嗎 然後8分之8耶 是不是可以升級啊 好 上陣 好 上陣 然後騎士方隊可以升級了 好 詳情 然後升級 3到2等 然後消耗了一些BP 應該可以再升級吧 好 升級了 唉唷 形象好像改變了耶 是不是 然後這是我們騎士 然後 移動範圍 攻擊範圍 上下左右 沒有教學了 沒有教學了 呵呵 哇喔 這款遊戲 只能慢慢摸索啊 這邊音樂 音效 快速開始 然後提醒 然後提醒 帳號綁定 帳號切換 呃 抖音喔 然後手機喔 我現在沒有啊 就直接用遊客 也不是說遊客應該是裝置帳號而已啊 那這邊就這樣嘛 就設定而已 啊 我現在一等 這金幣 然後這好像是寶石耶 我要怎麼掛啊 剛剛驛站裡面可以掛嗎 這邊是關卡的菜單 我待會再去看一下 我們先玩一下關卡 他就會開啟 慢慢開啟請他工人嘛 好 我應該是在這一關嘛 然後共三波訓練營 然後這個好像是tip是不是 沒有 就一樣 喔 這個應該是我的隊伍 我隊伍有分三隊 那我現在用第一隊 好 瞭解 那我們繼續來玩 呃 擴張陣地可以有可能會挖到寶藏 然後拖到戰場上即可召喚放盾 所以我這樣拖是不是就可以了 這樣拖就可以了 喔 怎麼可以這樣 這樣就可以同時 同時打他們 近戰跟 近戰是騎士嘛 然後攻劍的時候打他們 這邊有金炭號耶 這是他們的 四重 輔助 費用期 我這個王國也可以 也可以擋嗎 我還以為這個中間這個不能移動 好 指揮官 在這裡 亨利 他有什麼能力啊 不知道 這是他的技能是不是 沒錯 這是他的主動技能 讓我們擴展一下吧 這邊他的技能有一個CD時間啦 還有一個冷卻時間 好他技能是 物資補充喔 OK 這樣應該就能贏了吧 反正三波敵人 我都塞滿了 塞滿弓箭手 我都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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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繼續擴展 這邊可以加速耶 兩倍 好快喔 兩倍好快喔 有點不習慣 0.5倍 1倍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對對對 我的攻擊有上下左右 還好還好還好 還有了 我都 一直有 我的攻擊只能打前面 我可以這樣是不是 我可以讓他走這裡那我這邊防禦三個地方都可以打他 了解了解 剛剛應該多拉一下 可以再拉一下 好那獎勵乘2是不是 不用看廣告 接下來再測試吧 可能之後會有廣告也不一定 好 好這邊有開啟其他功能 剛剛只有這個設定 現在又有帳號綁定不看 這個是簽到 直接領取或是三倍領取 好廣告出現了 好不好你們就記得看廣告 想完的話應該是要看廣告 QQ群 那郵箱現在沒有東西 然後這是圖鑑 好圖鑑 現在都還沒有開啊 剛完嘛 這個是三等會解暑 我們獲勝之後就可以運送是不是 然後就可以獲得這個獎勵 了解 所以這個一定是我們過關之後才來這邊運送 我們再運送一下 直接完成 那我們就要去升級啦 哇 煞馬捏 感覺是法師啊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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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這邊 先升級一下吧 好的 我現在的金幣還算OK 還蠻健康的 我可以上陣嗎 可以 那我先升級一下 我不知道薩滿能幹嘛欸 好薩滿 突然升級又領了一些東西 可以使用商店的 遊戲應該還在測試 應該 要看一下 免費嘛 看廣告五次 看廣告五次 然後用這個藍寶石 對啊 應該還沒有儲值的功能 沒有看到那個儲值的部分 好 那我們繼續 這個是十字弓喔 狙擊兵 哇 狙擊兵的攻擊放得這麼遠 這麼寬欸 這麼寬欸 四格 三格 然後這邊 好多喔 怎麼這麼強啊 那薩滿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薩滿 為什麼 薩滿放的攻擊也很遠欸 真的嗎 這些角色這麼厲害喔 好我們現在有三隊嘛 然後我現在是 分別是這樣 這四個角色 好我騎士四等 那BP不夠了 BP就是抽到角色的碎片吧 好一樣是有獎勵 四重喔 剛剛四重是敵人嗎 好 訓練影 遊戲還不錯欸 算是小品遊戲吧 合成塔房 然後有點戰棋這樣 看廣告 不看了 薩滿比較貴說 薩滿 十二塊 然後這個 他不是說可以射嗎 怎麼都沒射 喔 狙擊兵的速度好像比較慢 是不是 他有個冷卻時間 有沒有 他冷卻時間 這邊 然後這個就沒有冷卻時間了 敵人靠近就可以了 所以狙擊兵沒有說很好用 怎麼覺得 天哪 喔 看廣告可以那個陣地加三耶 然後他來投靠我也是要看廣告 我都不看了啦 好不好 哇 哇哦 哇哦 趕快合成 反正一定是戰士前排嘛 然後那個 狙擊手弓箭手的後排 懶得移動 懶得移動 就這樣 哇哇哇哇 越越難了 我覺得狙擊手應該要放中間耶 先出使他們前進 然後我這個指揮官的技能 看起來還好啊 沒有很難 欸 這邊發現了一個銀帶 不錯 哇哇我剩下插我錢的 好開始了開始了開始 欸我的薩滿都沒用齁 我來我來喝一下薩滿好了 薩滿是幹嘛的 我來玩啦 我來玩了 我來玩啦我來玩了 快要躲起來 可以合成 好敵人來了 敵人來了 超 Ihnen 未必然 第五波 我錢爆炸多了 用不完 一開始沒有很難 我現在覺得比較難的是我會 沒位子你知道嗎 就是我位子不太夠 好勝利 好那玩到這邊應該理解這個遊戲的玩法吧 主要就是塔房合成還有戰棋 那這邊的話還有很多東西要開嘛 修道院 輔助方隊屬性加石 這邊是士兵喔 兵營 他也沒有教學就自己按 沒小時可以產生50枚 50枚這個金幣 看廣告 先不要 看廣告 因為我那個功能 剛剛是在蓋啊 所以這個兵營是近戰 這個魔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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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給他升一下 這邊就是buff的玩法啦 加強 加強我們的部隊 可以 還有生金幣啊 生寶石啊 好沒錢了 那這邊又可以運送 那我農夫不太夠 因為我農夫 你同時做很多事情就不夠 好 反正可以免費 那一樣 就是通過完之後就可以抽卡 這個遊戲應該不用抽抽吧 感覺不用抽卡 最後通關之後他就一直給你 這邊算是我們內陣buff啊 那反正不是花金幣就看網告了 好 那我就先玩到這邊吧 我是覺得還算卡哇伊風格啦 那玩法上也很明確 看你喜不喜歡這種可愛風格的遊戲 刺激性比較少 就比較簡單這樣子 OK那我就先試玩到這邊吧 如果你想要試玩的話 我會把遊戲的連結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尾 那你們就可以下載來玩 但是他會有一個時間限制到4月19號 因為還在測試中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